你這兩天民調做的怎麼樣很順利嗎 明天是不是有可能結果就會出來了 應該是明天會出來結果 今天晚上應該會完成 前兩天我分別在台北跟中部地區的民調公司看 我覺得那個電訪員都非常的用心 那一切進行的也都相當的順利 那雙方的觀察員代表 也都在現場非常仔細的聆聽 不過我們還是有聽到少數有一些在訪問當中的一些 或許誤會或是傳言或是是溝通不夠清楚 但是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這針對一些比較具體的個案 在明天整個資料開封之後 我們會詳細就這個個案來進行這個查驗 如果有需要我們會全面擴大的來查驗 絕對要讓整個結果是公正 能夠得到大家信可的 所以你有回信說 就是有一個人到你臉書上去留言 然後說賴清德選項被排除這個 已經查到了就是真的有這樣的狀況嗎 說某個候選人被排除 這位吳女士是在別人的臉書上面留言 那別人傳來給我跟羅秘書長 那我們非常的重視 秘書長親自跟她通過電話 那我也私訊給她 那我們現在是沒有辦法查 我們要等到整個這個數據在明天開封之後才會查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一通電話出自哪裡 我們會就那個個案下去清查 我剛剛說如果這個清查當中有任何質疑 需要擴大全面清查 我們都會進行 主席 你是不是有在臉書上面喊話 希望黨內不要互相攻擊 在最後一天 當然希望能夠大家盡量的冷靜理性 不過我今天臉書寫的那段文章 是在昨天晚上 寫完之後我才看到段委員的文章 我覺得他寫的比較直白 比較清楚 比較直接 我在考慮我要不要寫 所以我後來我補了幾句話就是 不要去把你這個支持的那個候選人 他的堅持給他破壞掉 支持者也不要去破壞候選人 本來對整個很多的堅持 他的精緻招牌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熱心的朋友很多 但不要過度的表達自己很多不當的意見 這樣會把你這個不當的行為 會算到參選人的身上去 這非常非常的不值得 非常非常的不值得 兩位參選人到現在為止 我想大家都應該清楚 他們維持的相當好的一個風度跟高度 那支持者或是主要的條蛤咖 尤其在言行上要注意 越是重要的人 越是大的條蛤咖 越要注意這樣的行為 我真的誠懇拜託大家 還有最後一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還有未來半年的選戰要打 大家應該要彼此同行 所以希望我們 使用我們最柔軟的力量 才能把它大家團結在一起 請教一下 你剛才說五米四的電話來自哪裡是什麼意思 對不起 剛才那位五米四的電話來自哪裡是這樣子 是查到幾天的問題 因為他有說他是接到哪一個單位的電話 所以我們可以查得出來 是沒有錯 主席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民調進行中 那現在是有媒體有公佈他們自己做的民調 那賴正宜這邊是有抗議認為說不太公平或是怎麼樣 那主席你覺得這個情況是合適的嗎 是 也希望媒體能夠協助我們 在這段時間內 我們完全是以中央黨部 跟我們委託的幾家民調公司在做民調 我們在這三天當中 我們也沒有對外宣佈公佈任何的數字 那媒體各自會做 但是媒體自己在專業上的一些執行 跟黨部的調查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候選人也不需要因為這個樣子 情緒受到影響 我想最後一天 大家充斥到最後一天 都要堅持完這個最後的一理路 主席因為您剛剛有說希望候選 參選人不要互喪公子 不過今天賴院長今天早上澄清說他不是精孫 但還有說他不是像有些人含金湯匙銀湯匙 主席你會不會覺得他是在映射他的對手 我完全不值得任何人在講自己的行為 就不要把他影射到是在比較別人 這個是講自己的心情 像候選人之間 像兩位這樣的參選到這個結果 我想社會自由公平 我們也應該給他們一定的評價 那在最後我們祝福兩位 最後保持最好的體力 維持最好的情緒 明天我們靜待結果出現 明天最快明天的什麼時候 中午之前都知道 應該是中午 應該是中午 中午就知道 我們會盡快 那如果要清朝那五女士專 會影響他經過出現時間嗎 讓我們做一個 努力的 甚麼 我真的就是 我們會不會